將x等於2y等於-1代入下列二元一次方程式並判斷是否為期解 那我們先看到x等於2y等於-1我們今天要將它進行代入 那麼第一小題我們就將它依序代入2x就變成了2乘上2 -3y就計為-3乘以-1 那我們將它給計算一下2乘以2得到4 那麼再來-3乘以這個-1計為加3 算出來等於7 那麼這個7和等4右邊的7有相等 所以等4的左右有相等我們就會說它是這個方程式的解 所以第一小題答案為4 那麼接著第二小題我們一樣把它給進行代入 今天x一樣把它換成2 所以計為-2加4乘上y y要變為-1 那我們進行一下計算 那麼等式左邊的運算寫出來為-2-4 也就是-6 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等式的左邊透過代入算出來的-6 不等於5 所以第二小題它就不是這個方程式的解 接著第三小題 3x加5y等於1 我們把x用2給換掉 那麼就會寫為3乘以2加上5乘以y y為-1 我們把它給代入之後 經過計算我們前面這裡會得到6 後面會得到-5 所以我們計為6-5 算出來等於1 我們發現透過代入之後算出來的結果為1 那麼就是和等式右邊的這個1相等嘛 所以它也是它的解 所以檢查方程式的解的時候 我們就是將x的直和y的直透過代入 然後來檢查等式的左右兩邊有沒有相等 如果相等 我就會說這一組x跟y是方程式的解